上回我们讲到 汉少龙正是觉得左右做人难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幸好 小平而来通知他 说凤飞要请他过聊天 蕭月谈即时小声跟他说 明日再见再商量 然后就告辞离开 汉少龙见到凤飞 凤飞这个时候正在弹琴 神态都不知道多专注 连汉少龙来到他身后 他们几乎好像觉察不到一样 轻轻弹了几个音之后 听到小平而来告退了 他敢先仰起照面 仔细地打亮着汉少龙 沈先生 你认不认得这段乐曲呢 汉少龙整个呱了呱 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听过 凤飞甜甜的笑话 这几首曲啊 正是由你那些小调变化而来的 猜不到 你这个人 难道连自己作过一个曲 这么都听不出吗 汉少龙都尴尬的 汉少龙都尴尬的 真的一点都听不出 为什么这么好听 但又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我当然不能够照抄了 变化了几次之后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样子了 这首 这首就是原来你说的那个什么 欢乐重 觉得还可以吗 汉少龙听得受宠惹惊惊 哎呀 大小姐的确高明 那不知道是不是 将今次 喝酒的乐曲 已经全部都换了新曲呢 你知不知啊 我到现在才发现 外边原来落着大鼠 自从听到你那些 好怪的曲调之后 哎呀 我好像被人触发到灵感 一手折一手 那些曲呢 就在老海里边奔涌而出 真的想不到 原来这么容易的 恭喜大小姐了 凤飞见到汉少龙 真心欢喜的样子 忍不住 有点心情的 我真的越来越不明白 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我是个什么人 有手有脚 眼耳口鼻 跟其他人 差不多这样的人哦 但我看在眼里边 你就好像仙界下凡的神仙 来打救世人的人 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感 多好呢 哎呀 我们这个世界 真是太多人 太多事令人讨厌 有时 我都很恨我自己的 是 有很多事 这个会令人讨厌 他的大小姐知不知道 你还说争厌自己 但在其他人眼中 你就是高不可攀的天之嬌子 拜到在你石楼群下 很多男人 都已经觉得是 无比的光明 哈 你这人说话 真是怪了 什么高不可攀的天之嬌子 有什么拜到石楼群下呢 冯飞妹你说得这么好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只在作曲 又或者表演的时候 我才会感到自己 有一点点的不平凡 你今晚留在这儿陪我好吗 每次作完曲之后 我都很难睡得着觉 但又没有人可以跟我聊天 杭笑龙听到吓了跳 心想 如果真的自己留在这儿一晚 那又怎么都不会 说不做出什么事 他之后就说 我始终是个下人 大小姐你这样留在闺房里面 不怕 不怕会有人 闲言闲语吗 哈 你呀 前两晚的勇气去了哪儿呢 换了其他男人 遇到这样的情形 好吗 干都不肯走啊 那又不是啊 如果大家知道 大小姐的情人 是杭笑龙之后 那你说了 他们怎么会不怕呢 我真是怕将来到咸阳的时候 如果有人向他通风报讯 知道我曾经在大小姐房内 留了一晚 那就算什么事都没做过 我都怕着保不住那条命仔 大小姐 你说是不是呢 奉飞听到整个呆了呆 杀时间就没声出 杭笑龙看见真是心中好笑 这些就叫做耳子之谋 公子之屯 他用杭笑龙来骗自己 这个真正的杭笑龙 他现在呢 自己又可以拿回这个借口来回敬他 真是荒谬之极 过了一阵 奉飞才说 你们男人不是识胆包天的吗 为什么你其他事就这么胆大妄为 偏偏在这件事之上 又胆小如鼠呢 听大小姐的口气 似乎除了想和小人谈心之外 你还有其他下文的 奉飞听他这样来调笑自己 不是这么怯地笑一声 风情万种地来他一眼 和你这些人说话真的有意思了 一直以来呢 都只是我呢 可以换得点男人的 哈 想不到现在你整股回我转头天 好了好了 来了 啊 来什么 那起码都和人家脱了一雙鞋先了嘛 大小姐你不是抵真的嘛 那那那那 说明先啊 这种事不开始由自可 一开始 到时候 你想不拒就很难的了 大小姐你反悔都不行的哦 这句话真的不是讲假的 汉小龙以为凤飞呢 要诱惑自己 他的容颜 以及气质 都可以比得上禽青 或者几艳艳 如果他真的会有一个男人 恐怕连那些意志坚定的和尚啊 都会顶不顺 何况是个汉小龙 尤其在现在啊 外面飘着 外面飘着 额无白雪 室内 掌描映着忽明忽暗的灯光 火炉里面传来 融融的暖意 都是以倍数的强化了 本来已经存在的浪漫 温馨的气氛 再看下凤飞 如花欲蓉 眉梢眼角 稍带风情 哎呀 你说谁不会动心呢 凤飞见到他 已经有点急色的样子 都那么kid的笑一笑啊 甚至是你想着去哪里 你都不肯陪人家聊天了 那人家当然就要上床睡觉的啦 那当然 一上床睡觉了 就要脱一肩鞋的啦 小平又不在这儿 就只要由你代劳了 杭笑龙听到你几句话 真的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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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都被你玩了一转头 他一咬牙 凌转身 一伸手就拿个右脚 哎呀 你 你温柔点好不好 那么好呢 杭笑龙听这个惊叫的这一声啊 哎呀 忍不住呼吸都急着他上来 左手就托着他的脚 右手滑了上去 突然间 外护着他完美无限的小腿上来 啊 所谓阳之白欲 都不碍于事而已 冯飞被他摸得几下 不过整个嬌区都震了你上来 那对眼半开半闭的说 你 你如果答应 不再向上摸过来 我就任你占点便宜了 那 那就当成是报答你 让我度过这个难关的报酬了 大小姐你这么说 岂不是提醒我 要继续向前吗 他一边说 一边的手已经毫不客气地向前一身 冯飞感到汉少龙的手伸过了塞涂哥 正是继续向前伸进 一边嬌人一声 伸手将汉少龙的手 夹着条裙一按按住 汉少龙笑一笑 这样才抽回一手 正正经理想 为他脱了一对鞋 然后 又将他的双脚 轻轻按摩了回 搞到冯飞就整身发远 眉眼如丝 这样才将他抱起 将他轻轻地放在床上面 就在他准备 站起身 另转身走出去的时候 冯飞突然抱着他们的颈子 说 你害死我了 我怎么害你 你如果使人家爱上的你 那不是害死我吗 汉少龙忍着整个清醒 哎呀 没错 自己的确 不可以和这个心有所属的美女 会发生关系 如果不是的话 那事情就会更加复杂 和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于是 汉少龙轻轻轻地咬着他一口 大小姐放心 只要我想起你是汉少龙的人 被他天作胆 我都不敢碰你 说完之后 就好像逃命一样 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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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冒 剛好离开了 奉飞的归房 一手下来向他报道 说张全在大门口被人打 打了一身,只剩下半条人命, 汉少龙心知肚明, 这些正是蕭月潭洗的手段, 但是不会慰问一下他, 他又不行, 于是来到张全房外, 撞到他心腹昆山, 昆山是很生气的, 哼, 不用说, 还算我派人来做了, 这个林芝, 真是野蛮人当道的地方, 唉, 一些保障安全都没有, 汉少龙心想, 你们这么想就最好了, 省回口水, 一进去, 见到董淑貞, 正和两个婢女, 张全夫仰, 果然好像昆山所说, 张全被人打得像猪头一样, 短时间都不用知出来见人, 这个就是蕭月潭妙的地方, 将张全打成猪头一样, 那他就不可以为蕭月走走滴滴, 只能够进一步依赖他汉少龙了, 董淑貞坐在床边, 黎止他一眼说, 那些人真是狠心了, 看一下, 打到我们副执事变成这样的样子, 张全的双眼都几乎振不开, 伤人就说, 哎呀, 离物审卿来了, 汉少龙想起, 这个千娇百丽的董淑貞, 曾经陪过那些卑鄙小人睡过几晚, 心里面不禁一阵烟焚, 有些不客气地对董淑貞, 你们出去一阵, 我有说话要跟张卿说, 董淑貞有点不高兴地走走眉头, 吩咐了两个婢女退下, 然后说, 有什么物件是淑貞不听得的, 张全就说, 二小姐, 真是要请你出去一阵了, 董淑貞呆了呆, 好生气地走了, 汉少龙就坐在床边说, 喂, 张卿, 究竟做什么呀? 没什么, 那帮人一上来就打我的头, 其他地方没什么伤, 就只是问我, 为什么要去见主人, 我肯定死都不肯说, 最糟糕的是, 主人给我的钱, 都给他们抢走了, 那些钱, 是本来拿来给你落定的嘛, 这个正是萧月潭最厉害的地方, 搞到张全不单无钱, 来收买汉少龙, 还不敢再去见吕不韦, 汉少龙说, 张兄究竟去见哪个呢? 现在就不可以对你说, 哎呀, 想不到, 这件事还酸龙的有插手, 哎呀, 如果我们整团人都没有那些爪牙严密监视, 你都要小心一点, 汉少龙听他这么说, 就知道没什么情报可偷, 这一刻就说, 既然这样, 张兄你好好休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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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要走着, 你怎么都要帮我这个忙的了, 以后我再去找点钱回来给你了, 你想我为张兄做了什么呢? 你想办法要成为冯妃的心腹, 打探一下他和龙阳君究竟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冯妃, 就算我承认你的心腹, 你会不会和自己的终生大事过不去, 将事情洩漏给我听呢? 冯妃不会信任任何人的, 就算龙阳君在内都一样, 因为魏王对冯妃都有野心, 所以最后, 冯妃只能依靠你, 你明不明啊? 好了, 我看看可以怎么做, 但一日未收到钱, 张兄, 你别使我和你合作一下, 说完之后, 他轻转身走出去, 谁知道他一出到门口, 董淑貞已经一手, 将他扯进去花园里的亭子里面说, 喂, 你是不是在生我呢? 小人怎么敢啊? 二小姐无论如何骗我, 或者不信我, 我这个小执事, 都只能你逆来顺受了, 看你整副怨气的样子, 淑貞现在和你赔罪得好嘛, 可惜,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样才可以讨你宽心, 你是不是仅是喜欢男人, 不喜欢女人的呢? 那你们, 是不是凡是认识龙阳军的人, 都会仅是喜欢男人, 不喜欢女人的呢? 你还要骗我, 只要看他看你那个样子, 哇, 对眼好像照着喷火那样, 就知道你是他的男人了, 如果你不是他的男人, 他怎么用这种眼光来望着你呢? 唉, 现在我正是想呢, 你除了男人之外, 都喜欢女人了, 杭笑龙听都不禁整个人呆, 唉呀, 你真是跳入黄河都洗不清, 忍不住啪一声, 打了董淑貞的屁股就说, 唉, 那你就当我是你想的那样子, 请问二小姐, 你现在放得我走没有? 你不要这样啦, 其实, 只要你喜欢女人的, 淑貞的店都愿意陪你, 杭笑龙立刻把他推翻开小小, 二小姐的好二小人心灵了, 但是, 你还没搞清楚一件事, 就算你和竹兽真, 跟我没有亲密的关系, 我沈良都绝对不用你们, 论为权贵基础, 这件事, 如果有一个字是假的, 我沈良就不得好死, 董淑貞望着他, 平静下来说, 你为什么肯这么做呢? 这么做, 满下手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哦, 如果奉飞知道, 你要破坏他的计划, 他第一个不肯放过的就是你, 那你就把我当成傻佬了, 但我已经决定这么做, 只要你们肯合作听话, 我就有办法, 董淑貞是黏在他身上来说, 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够听话吗? 你就听话得太过分, 不单止听我话, 还听张传龙沙立的话, 总之哪个有利用价值, 你就对哪个乖, 对哪个听话, 我不是要你有这种这样的听话, 你回去好好地想一下, 反正时间不多, 表演过之后, 就行动的时间, 如果错过的时机, 那你就千万不要怪我, 没有帮你走, 你, 唉, 你真的搞得人家六神无主了, 那你可不可以说清楚点, 你为人家有什么打算呢? 你们如果不肯对我推心自负, 恐怕, 我都没办法帮你们, 我本来打算, 是将你捧成, 继承奉飞的另一代名姬, 而奉飞自个人安然归隐, 过她自己选择的生活, 那, 那当然是最好了, 但怎么才做得到呢? 奉飞现在肯定生死我的了, 她怎么会这样来帮我呢? 就算她肯啊, 都要众人都承认才行的,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 奉飞这一面包在我身上, 其实只要你的表演, 不会太过信息, 而我又能够使龙阳军这些有身份地位的人, 为你美言几句, 甚至请你去某一个权币那种表演, 你说到时候会怎样呢? 董淑青天都不禁整身剧阵一下, 上眼闪耀着前所未有的神采话, 你, 你真能够赶服奉飞? 你给三天的时间我, 我用奉飞亲口跟你说, 但是, 你和秀真一起, 放弃一切不归勤违, 现在乖乖地和我回去睡觉, 今晚, 今晚人家来陪你好不好联, 哎呀, 我给你说到, 全身都生气了, 项笑龙离的时候呢, 也就充满欲火, 但是他知道, 自己千万能够和这几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硬下心肠, 扭转他的身躯, 推他走了十几步, 一龙呢, 把他推回到自己住的那段走廊里面, 你不是说我正是喜欢男人的吗, 去找秀真, 说这个消息给他听, 记住, 千万不能够让第三个人知道, 如果不是, 我和街就不靓靓了, 说完之后, 就匆匆撩回自己的房间, 帝人, 手下来通知他, 说是指缘要来找他, 项笑龙听到他心里不敢闷闷吃惊, 难道线油告诉他, 自己和线油的关系, 那真是很尴尬, 谁知道来到前卿的时候, 下指缘还好像以前那么热习, 先叫他, 遣退其他的屁股之后, 才兴奋的, 哎呀, 沈兄, 你真是好夜了, 内人昨晚都不单止没有怪责我, 还准我和你交朋友, 他说有你来看着我, 偶尔出去胡闹一下都没关系, 哎呀, 沈兄, 你真是个旧星龙好朋友啊, 项笑龙听到心里暗地叫闭, 知道线油对自己的愚情未了, 才会有这样的转变, 他忍不住问, 夏兄你今早不需要上朝吗, 啊, 大王昨晚冻春, 所以休朝一忍, 喂, 沈兄今晚有没有空啊, 项笑龙看着他, 那只脱子乱兆那么兴奋, 他说, 喂, 你忍住, 专夫人来试探你 那又不是 我这个夫人 只要说得出的话 就一定做得到 不会骗我的 她说今晚 想请沈兄 到四下吃饭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出游了 小弟就好好招呼沈兄 好不好 你好像等都等不及 当然了 只有陌生的美女身边 呼吸一下她们的香气 我的头脑才会灵活起上来 唉你都不知道 大王这次不知吹到我多紧 如果我不和南宫门 写那些何寿的池章 和作好恶的话 今次就真的第二家伙了 汉小龙听到 哦原来是这样 她心忍如一族 你这两日 有没有见过南宫门 哎呀我怎么敢见她呢 昨晚在宫内 遇到她伤好齐语 她还对我冷嘲热奉 如果不是我的人好脾气 我就肯定不放过她了 哎呀 对了 沈兄你和仲宣龙 究竟有什么事啊 汉小龙就简单地说出来了 夏主元就说 哎呀这样就糟了 昨天他派人来试探我和沈兄的关系 我又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照实说了身相识的朋友 不行不行 一会儿跟她亲自找她聊聊天 再不是找二王子出头 我就不信 仲宣龙敢不卖奖 呵呵呵 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夏兄你不用插手这件事了 如果不是 这件事就差得最复杂一点 我自然有应付的办法了 哎呀沈兄 你不知道仲宣龙 在那里有很大势力的 他如果就这样 舍着低于沈兄 怎么都不会罢手的 你放心 如果真的要夏兄帮手的 我当然会求你的了 好好好 以后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 现在我还要做点事 今晚我来接你一下 说完之后 派主原来宽天起立地走了 他前脚一走 跟着 凤飞找汉少龙聊天 原来 是韩厂专门来见凤飞 和他这个沈執史 汉少龙一听 就知道 韩厂一定在龙阳军那里得到消息 现在要来找自己 不过 看来 他一定也不会洩漏自己的秘密 于是 他就大大步的迎上去 韩厂隔很远就向他两个人行 你说 凤飞小姐好 沈梁兄好 各位 究竟韩厂来找汉少龙什么事 明天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